1971年,新加坡独立刚满6岁时 国父李光耀就在一支演讲中暗示说 新加坡在接下来的发展将会面对更多更深层次的问题和阻碍 落后的教育,廉价的劳动力等等 然而50多年过去了 我们再看看新加坡今天的成绩 因为难以相信快要成为亚洲硅谷的新加坡 当年会是一个低收入的贫民库 不仅天然资源有限 同时还缺乏很多基本的基础设施以及外资机会 究竟新加坡被马来西亚踢出国门之后 在这样的不利条件底下 是怎么样一步步从一个贫民库发展成为亚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甚至还成为了世界的经济枢纽 今天华人百科就和大家来谈谈 新加坡到底怎么样利用短短50年时间 成为世界经济枢纽的4个原因 在节目开始之前给大家推荐一款 我最近也在使用的交易软件 如果我们也想要透过投资来积累财富 可以使用富途某某来买进一些优质企业的股票 以前我都是使用本地银行来进行买卖的 但是水钱特别的高 使用富途某某之后才发现可以省下一大笔交易费 而且这个月之内只要注册开户 就送20新币的现金券 入金2700新币 还可以免费得到一股苹果股票 再加40块现金券 总共免费拿了220新币 不拿白不拿 我把详情链接放在下方了 建议大家可以点开看看 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从1819年开始到1960年 除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几年 其余的百多年来 新加坡一直都是属于英国的殖民地 而这段期间 英国一直都把新加坡当作一个转口贸易的要地 虽然转口贸易给新加坡带来了繁荣 但是这种繁荣背后却是严重依赖国外市场而导致的缺乏根基 1959年 英国授予了新加坡内部自治的权利 当时被人民推选出来的李光耀担任了新加坡的领导人 他一上任 所要面对的并不是能否可以搞好新加坡经济的问题 而是如何挽救新加坡的国民经济 解决新加坡人民的基本生活问题 尤其是住房问题 到了1963年 在李光耀的带领底下 新加坡与当时的马来亚联邦以及北波罗州合并 诸称了马来西亚 但是经过了短暂的两年蜜月期 新加坡变和联邦政府在政治理念上产生分歧 最终在马来西亚国会以126包赞成 零票反对 同意将华人群体占多数的新加坡驱逐出马来西亚 当时的李光耀还为此落下了眼泪 被提出局的新加坡前景一瞥暗淡 不仅本身的天然资源有限 当时英国政府也快速从新加坡撤军 关闭了他们在小岛上的军事基地 这一关闭就导致了4万多名军事人员面临失业危机 整个新加坡的经济贸易军事能力一瞬间被大大削弱 甚至因为英政府的撤离 也表示新加坡失去了军事防御的能力 从很早期开始 新加坡政府就已经意识到人民居住环境恶劣的问题 要知道土地小 人口密集高 想要改变整个新加坡人的住房状况 根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或许也不知道 60年代的新加坡 曾经有55万人生活在类似搭棚户的地方 说直白一点 其实就是平民区 这55万人口当中就占了新加坡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到了1970年 李光耀和他的政党成立了建务发展局 这个机构的宗旨就是要以社会底层人士为出发点 透过政策去帮助新加坡人建设出租房屋 因为这机构的成立 新加坡当时的住房危机得到了极大的缓解 从1960年只有9%的人住在公共住房 再到现在有82%的人拥有公共住房 这快速的城市发展 并尊了政府移民为本的理念 同时也实现了人人有无的目标 当然新加坡政府的目标不仅仅是这些 尤其当初成立的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 在新加坡独立之后 更是全力以赴的把新加坡打造成为一个全球最佳的城市 实际上从三个世纪70年代的新加坡经济GDP就已经成长了85% 10月率降到了4% 可以说当时新加坡不管在政局或者经济都非常稳定了 因此也让国家积累了一定的财富 之后新加坡更是决定大规模往技能密集型转型 1972年印度的塔塔公司与新加坡合作 在这里扩大了机械制造业 1973年与德国绿莱公司合作发展了光机产业 1975年又迎来了荷兰菲利普公司发展电子产业 整个70年代都是电子行业高速发展的阶段 而新加坡政府也抓住了这个大时代 大力发展国家 从1960年到1984年期间新加坡GDP年均增速9% 获得了亚洲四小龙的品号 接着进入80年代 新加坡当时升职技能密集型就算是高速发展 到第10年之后也会开始出现停滞 因此从1980年到1990年期间 新加坡升级它的产业进入资本密集型时代 尤其是精密制造产业 那个时期 新加坡政府都把专注力投资在生物科技 以及电子产业当中 虽然都是高投资的项目 但是它的回报也非常高 之后从1990年开始 新加坡因为前10年做好的铺路 成功让自己国家开始有能力 往科技密集型方向发展 在交易上 政府也大力投资教育培养高端人才 也同时向全球的人才招收 这方面新加坡都表现得非常积极 一直为它的新兴产业布局 九十年代的新加坡做了很多的突破 这当中不仅撞到了玉兰工业园区 也把玉兰工业园区打造成为了 世界级的石油化工业中心 仅次于美国的休斯顿和荷兰的路德丹 说实在从六十年代开始 新加坡一直都非常重视自己的工业发展 哪怕到了2020年 新加坡制造业对GDP的贡献 也大约为1000亿新元 占了21% 是世界上为数不多 制造业占比超过GDP20%的国家 当然除了制造业带来的成就 新加坡的成功还留下教育 的税收和公平的法律 起初新加坡是提高自己的税收来发展工业的 但是当制造业进入高端领域之后 他们会主动降低关税 以及原材料成本去吸引更多跨国企业 前来投资设厂 这属于外向型经济 然而今天的新加坡虽然拥有着 淡马锡控股这个管理着数千亿新比的机构 同时也顶着下个亚洲硅谷的封号 即便新加坡已经成为了世界各地富长聚集地 但是它始终还是会有不同的问题在等着它 像是新加坡在2030绿色发展蓝图当中 公开表明了气候变化对新加坡的生存 已经构成了威胁 除了即将要面临海平面上升的问题 作为一个岛国 新加坡大约有将近90%的食物都是进口的 同时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至今依然还有双边协定 像是马来西亚签订的供水协定 面对这种对外部国家的生活必需凭得长期依赖 以及在国际粮食危机的影响底下 新加坡的未来其实现在看来也并不简单 然而新加坡的势力还是不容小视的 因为在2012年 新加坡开设了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垂直农场之后 国家的食品机构定下了30额的目标 以为着他们要在2030年 把本地的生产达到30%的需求 此外你或许不知道新加坡 目前也有一个垃圾填埋场 而这个垃圾填埋场预计将会在2035年达到顶峰 对此新加坡政府目前也正在开发更多 非物变能源的设施 其中包括了12种全新的填埋场 不止全新还要花园式的 意味着虽然是垃圾填埋场 但是一点臭味也不会有 以这样的方式去打造一个综合固体 废物处理的设施 更有趣的是新加坡目前也正在建设 本地第一个无车镇中心 让城市有更多绿色空间 并且下定目标要成为全球最美的绿色城市 新加坡独立将近60年 从当初什么都没有到今天 应该有的都有 政府的各个政策 不管在什么领域都取得了非常巨大的发展的进步 尤其新加坡能够打压房地产 成功实行房屋分配的政策 可以说这真的值得周边各国学习 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成功 不仅仅是依赖于优越的地理位置 一方面他们也懂得把握时机 充分掌握利用优势 紧跟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变化 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抓住每个时机努力发展 而另外一方面 新加坡也始终坚持对外开放 积极面对经济全球化 在所有领域当中 做到了出国的重视 这就是新加坡的厉害之处 从被逐出马来西亚道成为世界枢纽的崛起 这几十年的开拓 让新加坡这小国创造了世界的经济奇迹 这里是华人百科 看完了今天节目 你对新加坡经过历史 有什么看法吗 你愿意告诉我们 让我们在下一期一起探索更多 被海默的玩人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